上个礼拜的部分主要我们解决几个问题 上个礼拜应该还记得吧 我都会把那个影片传给大家 所以这个输入自动化 包含就是什么下拉清单 然后自动编号等等的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就是当你下拉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资料自动带出来 当你输入数量的时候自动带出来 那这边可以自动下拉 OK这个地方的话 一笔之后下一笔下一笔下一笔 这个是输入自动化 其实甚至 其实也可以怎么样 输入自动 我们这边上礼拜有提到 这个下拉清单的来源 其实就是这个品名单价跟地区 那我们除了可以用这种方式 自动化之外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什么 启动那个表单 所以我们后来用那个VBA里面 把那个开发人员打勾 VBA里面我们上礼拜又多增加一个什么 这个加一个密码 密码我记得好像 那我们有用了一个什么了 表单有没有 这个表单的话呢 可以怎么样 当你输入资料 一样可以怎么样呢 自动一自动带出这什么 自动带出那个我们要的这个 一是自动什么 带出我们的这个单价 数量输入之后的话呢 当然你按Enter 它会自动带出小记 再来呢 东西南北 按个确定之后呢 一样可以把资料写进去 那这个是第二种方法 反正这两种都是所谓的输入自动化 那一般当然 公司里面就需要 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哪一种方法其实都OK啦 只是说可能你要针对使用者需求 如何让他输入自动化 OK 那假设 有前端很多 有很多人同时做同样的事情 那他可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要共用 以后的话怎么样 要把这些事情怎么样 全部集中给一个人 那那个人怎么样 要把这些东西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可能很多同时输入 但最后要汇集在一个档案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就面临到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怎么样 要不就是你用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允许 这个什么呢 共用 然后把它放在共用区 让大家一起写入 可是这个缺点就是说 如果少量资料还OK 如果大量资料的话 那就要排队了 可能我们大家夸下班 只有大家 10个20个同时 在做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甚至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要写入 看谁先开启 谁先取得主控权 谁先把资料写进去 那如果你比较晚的话 你就hold得住了 OK 那如果说你担心 会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选择用资料库 当成是共用的一个储存的 算是一个一个一个 算是资料储存的一个 算什么 储存的媒介 OK 那当然资料库里面 还分成所谓的单机型的 跟所谓的网络型的 那所谓的单机型 当然这边的话 我们在电脑里面 Office 其实里面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Office里面就有一个SS 那这个SS呢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单机型的那个资料库 这个可以放 可以放 不过 你说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啊 当然 基本上SS 它定位还是属于小量资料 如果你要更大量资料 可能用 所谓的网络型的资料库 那网络型资料库的话 一般可能会用哪一些 像 MS SQL 就SQL Server 或者是说呢 用什么 那个 不过MS SQL 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要额外授权 那如果说你 不要额外授权的费用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择用那个 MySQL 那个MySQL的好处 它是 它是那个 所谓的 自由软体 那自由软体 不等于免费软体 不过接近免费软体 因为 如果你非商业用途使用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 那个费用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呢 我今天 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希望呢 把这些资料怎么样 帮我汇程到哪里呢 帮我汇程到资料库 那我怎么样 可以 Excel 跟SS之间 这两个 怎么做沟通 我可以把资料写过去 一样可以把资料再读回来 那这里面的话 可能会需要几项技术 第一个 Excel本身 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连结资料库的 那要怎么样可以让它连结资料库 通常会借由一个所谓的外挂 外挂 应该各位 应该常常听到这个名词 那其实外挂在VBA里面 实际上就会用一个方法 叫做Create Object Create Create Object 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我要把本来不属于我的这个功能 从我的系统里面把它叫出来 那那个功能怎么样可以跟资料库连接 就是透过一个外挂的ADO OK 这个ADO的话 好处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透过它 可以跟这个SS沟通 可是沟通的时候 你可能会需要一个认知 就是你跟资料库沟通 会需要学会它一种语言 那个语言是专门跟所有资料库沟通一种语言 那种语言 有点像你出国讲英文 可能不同国家有时候 有时候应该是相通的 因为是 那在资料库的这个部分沟通 我们可能会需要用到SQL OK 所以用ADO单外挂 跟资料库怎么沟通 用SQL 那SQL实际上 它的全称叫什么呢 叫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意思就是什么 结构性的查询语言 反正意思简单讲起来 就是跟资料库沟通一种语言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借由ADO帮我做完这件事 那待会的话 我们会演练 反正我们重点就是怎么样 如何跟资料库沟通 用VBA帮我勾 那第一个我要先产生什么 产生那个一个资料库 那放哪里 基本上我干脆 把这个档先也另存新档好了 干脆全部放桌面好了 否则我怕你们等一下找不到 问题二 处存一下 我储存一个问题二放桌面 另外的话呢 我在这边呢 也 SS 把它打开之后 请各位呢 开启一个什么呢 空白的 空白的资料库 这个 空白的桌面资料 点它一下好了 这个时候呢 他问你说呢 请问一下你要叫什么名称 放哪里 那一样 干脆我们放桌面 一样放桌面 那名称的话呢 干脆呢 我也把它放哪里 放桌面 名称也叫问题二好了 反正资料库跟Excel 名称都叫一样好了 问题02好了 OK 一样的名称 那如果你不要跟他取个名 你自己再 不过你要记得 你换名称的话 等一下程式会跟我不太一样 OK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一个建立 反正哦 SS 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 重点可能就是 怎么建立就对了 建立的方法 记得哦 空白资料库 桌面上 然后呢 按建立就可以了 OK 好 那但是我建立之后的话呢 那我会需要把资料再放过来 因为第一个 资料库的结构 一定会先产生一个资料库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资料表建立起来 所以资料库里面有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会有栏位 栏位会有几栏呢 其实就是类似这样 123456 六个栏位 六个栏位的名称就是上面这个 那其实资料库 跟e-sale蛮多地方蛮接近的 资料库就等同什么 有点像 e-sale的一个档案 就是活业部 它里面的什么呢 资料表 有点像是工作表 OK 那里面的栏位 有没有 就类似像我们这边的column 所以其实 有的人问说 那e-sale可不可以当资料库来用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多都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把e-sale拿来当资料库 倒也没有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确是非常的接近 只不过 e-sale里面 没有像那个ss 像资料库一样 那么严谨 为什么 因为你要 哪个栏位 你要先定义好什么 这个栏位只能放文字 这个栏位只能放数字 这个栏位只能放什么呢 日期 那如果你定义好之后的话 你就不能改了 OK 所以这种就是一个什么呢 seql strature 有沒有 strature 就是结构性 刚刚没有execute 那这个s就是 我觉得它是资料库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字命 缺点 就是你先定义好 再放这 如果我今天 我的这个资料来源 形态不确定 不固定的话 有的时候是数字 有时候是文字 有时候是日期 那怎么办 那就很抱歉 所以大数据 有没有 通常来源都不固定 那这什么 所以大数据里面 会有个新的技术 叫什么呢 叫no-seql no-seql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看过这个名词 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先定义好 反正你这要进来就OK 那其实干嘛 no-seql e-sale本身不就是这样吗 随便放就好了吗 你今天放文字 他就文字啊 你放数字就数字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要弄一个no-seql 没有啦 这当然我自己想一想 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名词 它主要是针对 不同的数据 去做不同的处理 那其实以前有拿来 当大数据处理不可以吗 其实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只是很少人这样子在讲 因为我的体会 我看半天 而且去了解了一下 发现 那用e-sale就好了嘛 干嘛要绕一圈 而且你弄了一大堆东西 还非常麻烦 而且很多的 都是自由软体 而且只能灌在 Linux环境底下 所以很多人去上完课之后发现 最后上完课之后 还是不知道大数据的环境 怎么建置 OK所以导步 你干脆用e-sale来处理就好了 OK好 那这是题外 主要就是说 它的结构呢 很像是 e-sess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原来e-sale里面的资料 把它变成到 这个e-sess里面 其实这边有个简单的功能 常用里面 第一个请各位要待会 在桌面上 建立一个资料库 我放桌面 第二个的话请你在建立外部资料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e-sale的资料 放到e-sess的话 其实我觉得e-sess它相容性还蛮好 而且会考虑到e-sale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e-sale 对不对 还有什么odbc资料库 其他资料库 我们用e-sale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e-sale的这个工作表 变成e-sess里面的资料表 其实非常简单 一 透过什么呢 建立外部 这个应该供的 等一下e-sess论率不熟 没关系 反正至少你要找到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浏览一下 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问题02的桌面上的这个开启 然后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说 你要帮你汇入哪个工作表 那因为我们有两个 那请你汇入原始资料 下一步 再来的话呢 他问你说你第一列是不是蓝名 刚好第一列是蓝名 那你会发现这个好处是 以前如果要重新建一个资料表 你要重新key那些东西 但现在的表 不用了 你就下一步就好了 因为他自动帮你建 然后他问你说呢 第一蓝你要把它变成什么样的资料形态 因为我这个编号一定是00开头 所以一定要是文字 你不能把它改成整数 如果把它改成整数 按确定前面有000就全部不见了 因为呢 数字里面没有0开头的 OK 所以特别主要这个地方一定要用他的 所以我们用他原来给我们的那个什么 简短文字好了 然后这个也是文字 这个是什么 他用的是 就是所谓的双精准数 实际上就double了 double的话呢 是可以容许有小数点的 可是我们这里面单价好像没有小数点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整数就好了 OK 或者你也可以用长整数 那他只是说长度 这个地方 数量我们也用什么 用整数好了 小计的话可能会超过三万两千多 所以我是建议用长整数 如果你的整数会超过三万两千六百七十六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改成长整数了 不然如果你超过的话 很抱歉 整数放不下 一定要放长整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知道一下 反正也就是说呢 未来资料形态 你大概需要知道的几个 一个是 如果你的资料是文字 那你就放简短文字 不过简短文字最多只能放255个败车 255个败车 那是几个字 因为中文都两个败车 所以如果你放中文字 只能放127个字 但是如果你放英文或数字 一个败车 OK 如果超过刚刚讲的255个败车 那请你用什么 长文字 另外的话 如果你是没有小数点 请你用整数 可是整数 最多是32767 如果超过 请你用长整数 另外呢 如果你有小数点的话 你可以用单精准数 这叫什么 Flow 或者叫什么 Single 那其实一般习惯 反正我的习惯用double 反正一个双数 有小数点的话 那你就用双精准数 其他当然还有像日期时间 是否用的比较少 OK 其他这个什么 卫言组这个也用的比较少 所以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我们这边用那个长整数 如果你不改 你可以用预设的没关系 这个是用什么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要不要建筑 所以我通常是不要建 因为预设已经有编号了 编号是不重复了 所以不用再多一个什么的编号 或者两个编号怪怪的 OK 然后下一步 那 汇入到哪里呢 汇入到这个资料表 那名称叫什么 这边叫原始资料 换个名称好了 我之前是用问题02 就是在问题02的资料表里面 会有个问题02的资料 问题02的资料库里面会有一个问题02的资料表 按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会帮你汇入这个 打开来看一下 刚刚的东西又过来了 不过 这个好像有空的资料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这几笔好像 是不是因为我们汇入 之前好像有做 因为这里面有公司的样子 所以它会多汇入怎么办 没关系 就把它删掉好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练习 再重新汇入 我们现在只是为了方便 让它用汇入的方式 帮我建立资料表 那等一下我们还是要重新写进来 所以请你把这些问题02的东西 全部全选 全选就是在那个一样 左上角 然后按个Delete键 他说要不要删掉 把它清空好了 反正我们就是建一个空的 一个资料表 大概是这样子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把它跟Excel之前 做什么 做沟通 如何把Excel里面的资料 搬到资料库里面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靠着就两个技术 一个是ADO 一个外挂 跟Seql语法 OK 请各位试一下 1.建立那个空白的资料库 叫问题02 放桌面 2.外部资料 汇入Excel 那Excel我刚刚因为 把它令纯新党放桌面上 如果你不是放桌面 你再去找一下 OK 那因为我已经把它砍掉很多 所以其实大概就只有20几笔 你不要太多 因为等于要练习 预设原来好像1000多笔 那可能要跑很久 好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等一下就会摆在比较重要 就是说 我们如何 Excel VBA 如何透过 ADO 跟Seql 跟 SS 资料库 做沟通 那当然未来 你如果可以 Excel 跟SS 沟通的话 那通常会这样 就是把那个 SS的资料库 一样放在那个 网路上的方林的共用区 以后的话呢 我们每一台电脑 都可以透过个别 就是每一台电脑 直接连那个资料库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好处 就比较不会像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 那共用 共用活业簿 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多人存取的话 会造成塞车的问题 那当然呢 我这边讲了 就如果你资料量不多的话 那你可以试试看 用共用 共用活业簿 也OK 只是说呢 大部分发现 用共用活业簿 很多同学 可能他们公司的资料量 一多的话 就很容易卡住 会塞车 所以通常我还是建议说 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还是建议用资料库 一劳永逸 不然的话呢 常常在那边卡住 然后呢 就造成什么呢 可能使用者要 把资料放过去的时候 突然 它的椅子有荡掉了 荡掉的时候 当然Excel有的时候 会帮你恢复 但有时候不会的时候 那不就造成资料的遗失吗 OK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大家我就比较建议 你用Access 来做 共用资料的这件事情 待会我们来看 怎么样利用 这个Excel 帮我们再 把资料丢到Access 这件事情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等一下 请各位在桌面上准备 反正两个啦 一个是资料库 一个是Excel OK 试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